4月22日国家地球日做自己的环保英雄主题在上海举行 当天国际知名演星环保发明家成龙受邀出席作为环保英雄 还与国家地理某知名品牌携手宣布启动成龙环保英雄系列节目计划 据悉成龙在路跑活动启动仪式上带着移动式垃圾回收系统 缓升零号机正式亮相介绍环保设计理念 并演示如何把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 活动现场成龙讲述如何应用创新科技改善现实生活环境的人和事 意再鼓励具有创新理念的人们为中国及全世界的问题出谋划刺贡献力量 环保英雄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环保英雄 包括你们其实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大事我才是环保英雄 其实我刚刚讲的走走马路你捡一个垃圾 多灌一盏灯少用点水都是环保英雄 不要有时候环保英雄不是做给人家看的 是做给自己看的 你由小做到大我也是从小做到大 因为今天有这个希望用自己的影响力 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现场呼吁环保从身边做起 气节决定环保态度 身体力行建设环保事业 利用媒体进行公益性宣传 倡导全民参与 每个人用一点小小的付出 为地球家园带来巨大改变 自己在身边做起 有一些自同道合的人坐在旁边聊聊天 他们我们一起做吧 这么一起来的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我需要大家包括传媒 你们大力的一些宣传这种事情 才令到我们这个环保可以有洁净的成功